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到岁月回归的甘甜 近几年越来越佩服一种人 胸有积累而面如平红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原来真正的强者都是平静如水的 一 逢人藏得住室 古人云 独处时守心 群处时守嘴 对有的人而言 大多数时候或许还能守得住心 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 不久前 朋友小静收拾东西 离开了工作两年的公司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疫情期间 自己天天在家加班 最终竟被上司吵了鱿鱼 小静是一个自来熟的人 和朋友坐在一起 他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一次下班后 他看着同事心情不佳 主动过去聊天 这才得知 同事与丈夫产生了一些矛盾 正在考虑还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 那天 他安慰同事很久 同事也再三叮嘱他 不要将此事告知他人 可是第二天 小静在闲胆中 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人 很快 全公司都在八卦 省家离婚的消息 可其实 那天之后 那位同事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此事传到了这位同事丈夫的耳中 夫妻俩人大吵一架 又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嘴巴不仅要学会章 更重要的是学会何 被地里议论他人的人 总有一天也会被别人议论 后来 他们公司来得为新人 相处时间不长 小静便常常在他面前吐槽上司 抱怨公司制度 还将自己一些设计的想法告知于他 结果 人家步步高升 自己几乎断送了职业生涯 社交场合 最怕的不是遇人不熟 而是交谴延伸 做不到谨言慎行 迟早要吃亏 逢人只说七分话 不可全抛一片心 留下三分神秘感 是我们赠予这世界的礼物 一位高僧曾写下数字真言 谣言谎言不如不言 他人是非不如不言 虚伪之言不如不言 人云亦云不如不言 逢人不说人间事 便是人间无事人 生而为人 先要管住自己的嘴 才能沉得住气 守好自己的心 二 欲视稳得住心 贾平凹说 人的一生 苦也罢 乐也罢 得也罢 食也罢 要紧的是心间的一红清泉里 不能没有约灰 很喜欢电影 小生客的旧书 其中蕴含的道理 受用一生 电影中 主角安迪 莫名被指控杀人 判处无期徒刑 含冤入狱 一生本来已经忘到头了 可他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墙壁上的海报之后 是安迪 夜以继日凿出来的洞 这一凿就是二十余年 既是刚入狱 就被三姐妹欺凌 他还依旧保持清醒 想方设法 住到了担间 远离了他们的骚扰 在小生客监狱里 他凭借自协的能力 改变了艰难的处境 不慌不忙 沉着冷静 二十多年之后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安迪从海报后的洞里 爬了出去 重获自由 曾国潘有一句名言 凡欲事 许安详和还以处之 若已慌忙 便空有错 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做了 人在绝望时 总能磨砺出 锐不可当的勇气 稳住心许 病气杂乱 沉住气 方能应对万难 古训中所写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绿 绿而后能得 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池塘里的荷花 第一天只开放一部分 到第二十九天 开满一半 最后一天 开满另一半 竹笠里的竹子 四年才长了三厘米 第五年开始 每年生长三十厘米 这之后的六周时间 就可以长到十五米 其实最开始的四年 只是在扎根 蝉在变成枝了之前 要先在地下折服三年 依靠树根里的枝叶 慢慢成长 然后在一个夏夜 悄悄爬上枝头 蜕变成枝了 树不可长得太快 一年生当柴 三五年当桌椅 十年百年 才有可能成为栋梁 一切收成都是默默无闻 耕耘的结果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 左宗堂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他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晚年 那一年 左宗堂才二十岁 恰逢家道中落 身无分文 加之考场失礼 他曾失忆地感叹道 愿从此 围桥围鱼 访路有山 定欧蒙水 消磨绣花心 逍遥办事 然而 他也是一口怨气 一转头便回到家乡 一边种地 一边苦读 广泛涉猎各种学问 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学和见识 同时 他自免道 这是一副对联 身无分文的人 心忧天下 阅读万卷书 神教古人 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四十岁出道 显出卓越军事才能 名扬天下的左中堂了 由潜伏到显露头角 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的苦涩时光 二十年的磨难结伤 可正因如此 人生才充满惊喜 充满精彩 楚庄王曾经说过 三年不展翅 就是要长羽翼 不飞不鸣 就是要看民情 虽为飞 以飞比冲 虽为飞 一鸣比金 真励志 就是不屈不挠 底力前行 他们在别人 看不见的角落里 默默地努力 在漫长的孤寂 与寂寞中 酝鸟 等他们有了足够的实力 就一定会大方一惨 真正厉害的人 都懂得 吼姬勃发 等待时间 稳住心神 有朝一日 必成大气 心若安定 任凭风浪气 稳坐 钓鱼船 三 生气 兜得诸货 南南里写道 有人尖刻地嘲讽你 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 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 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 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 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 有人对你冷漠 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 看 你讨厌的那些人 轻易就把你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的确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了不值得的人或是 与自己较劲 伤神更是伤身 生气时都不祝火 让情绪死一发散 最终伤人伤己 得不偿失 岳王勾剑的故事早已二叔能详 在遭受屈辱的三年里 装出一副弱小和颓废的状态 麻痹无亡 而卧薪尝胆使岳国国力渐渐恢复 最终灭无称霸 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这份隐忍和坚忍造就了有志者士庆城 破釜沉舟 百二秦官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莫心尝胆 三亲月侠 可吞武的美叹 再比如拳王邹世明 在他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 参加业余拳赛 当时他的对手是南美的一个成名高手 而当时的规则是以点数即胜负 在这种规则之下 不看打的力度 而是看击打的部位和次数 刚开始 大家都互相防守 谁也不主动进攻 每一个动作和出拳都很谨慎 但是时间一长 观众们纷纷感到不耐烦 很多观众纷纷起哄 想让南美的这位拳王赶紧出拳 还有的人用英语 讥讽邹世明 说这个黄种人太怂了 不敢主动进攻 当时 那位南美的拳王 心里慢慢有了波动 而邹世明始终还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最终 邹世明采用这种 挠你一下就跳出圈子的方式 成功地激怒了对手 乱了对手的节奏 趁着南美拳王的一个微小的疏忽 连续猛击 于是最终获得胜利 邹世明说 人生如打拳 就是需要点诚服 沉得出气 控制不住情绪的人 最终一定会走向毁灭 寒山时德忍耐歌中 有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寒山问 事先有人抱我 如我 亲我 笑我 欺我 见我 当如何处之轰 石德答道 你且忍他 让他 逼他 耐他 由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能忍一血之争 且无故加之而不怒者 胸中沟壑不浅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定能事事 触遍不心 终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人生浮沉 起起落落 乃常有之事 站在高处时 不沾沾自喜 跌落低谷时 不自甘堕落 始终相信 每一个心里 惆怅百劫时 还能坚毅前行的人 最终都能突破重围 走出阴霾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气时 沉得住气 才能走得更远 后半生 愿你我 都可以像菜根坦力 写的那样处事 宠辱不惊 先看亭前 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慢随天外 云阵云输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 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